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4月17日,NBA季后赛,76人,对决猛龙。 比赛进行到第四节,场上发生了意外,猛龙新星巴恩斯,受伤下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肇事者,还是恩比德。 比赛第二节的时候,巴恩斯,就显示被恩比德打受伤。 当时,他突破上篮,恩比德一巴掌,哭到他脸上。 才盼回看录像,吹罚了恩比德一级恶意犯规,坐在板凳席上的巴恩斯,又眼都睁不开了。 好在巴恩斯这次没有受伤,他继续回到场上,并且,有着出色的发挥。 但是,第四节,还剩9分14秒,巴恩斯,再度遭遇意外。 当时,恩比德突破刚好踩到补防的巴恩斯的脚踝,厚着90度牛角,躺在地上,握着自己的脚,相当痛苦。 随后,巴恩斯也无法坚持,被队友搀扶下场。 范弗里特不满判罚,还吃到了技术犯规,并且六反离场。 受伤离场前,巴恩斯六投四中,拿到了15分十万百八助攻,只差两次助攻,就将完成三双。 希望巴恩斯这次伤病,没有大碍。